欢迎你回到范瑞吉的意想世界 我们第二小时来了一位老师 这老师呢 我看他写了一本书之后 我真的觉得 我如果在念高中的时候 他来他是我的国文老师 那有多好 我的人生应该就从此 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 好 那为什么呢 待会你听他讲完话 你就知道了 我们来欢迎单凤高中的国文老师 宋仪慧 宋老师你好 范大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听他声音就是很甜美 我记得我这一生当中的国文老师 的声音都有点这个老学旧的感觉 对就是好像有点颠覆国文老师的感觉 对然后呢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说 哎呀如果我高中能有这样的国文老师 你今天听完他在叙述这些古人 他这个博学多文 他出了一本书 你知道老师出书 而且出很另类的书 这件事不多见 他出什么书呢 他把出了一个书 介绍12位在历史上的文学上的一个作家 但是呢 为什么12位12位因为刚好星座也是12个星座 对 就是希望学生每一个孩子都很喜欢星座 所以我很希望他们最讨厌的国文课里面 他们最讨厌的国文课 因为他觉得要抄啊 然后又以后用不到 因为用不到 所以我觉得刚好相反 这是AI时代其实文字是非常有创意的事情 而且古人既然他能够抵挡那个就是时光的这个潮流 他能够屹立不摇 亘古不变 我觉得他有他的价值 当然 我觉得历久彌新 对不对 真的 古人只是当时他可能没有手机 对 没有网路 真的 但是不表示他不是网红 对 是 对不对 没错 他只是 他可能以前没有办法开演唱会 不表示他没有粉丝 对 对不对 对不对 他以前可能没有办法有电脑 不表示他手段不够音 不够强 对 就希望他们被看到 对 是不是 每一个人的工具不同 好 我们前面讲的都是理论 对不对 看我们来 现在来上老师上课 对不对 好 来看看 他出的这本书叫做国学潮人制 有 潮人 这几个很潮的文学家 我觉得他们都在时代里面很勇敢做自己 我觉得潮就是年轻人 对 就是虽然他有叛逆精神 但是他很坚持走到底 好 来 我们举第一个例子 好不好 好 各位 孔子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来 孔子在老师 国文老师 宋老师的心目中 孔子是教师界的网红 为什么 那个网红 其实我觉得他很厉害 因为大家都很讨厌老师 可是一堆人要拜他为师 这不是老师界的网红是什么呢 听说他是补教界的 对不对 对 因为以前读书只能在贵族的这个社会阶级 然后我觉得他很勇敢 就是他能够去让知识普及这件事 是很了不起的 然后现在一直在谈素养素养 其实孔子就是最素养的人 你看他对每个孩子问同样的一个概念 比如说孝顺 他每个人都说不一样 这不是很素养吗 而且什么走读学校 他不是周游列国就够会走了吧 还走到国际去 所以我就觉得他是真的被误读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可是我们叫他做至圣先师 就把他提的太高了 我觉得他们这些超人 你从他的这些过去的历史的资料里面 你觉得他就是个网红 我觉得他不只网红 就是说他在教育界确实是有一个招牌 他把教育这个招牌用一个 其实是很可亲 而且是很可配的一个新的视角 所以才会像子贡这么有钱 他是一个儒商 他也愿意跟着他 然后他所有带着这些弟弟妹妹 哥哥姐姐们 就是周游列国的钱 其实子贡还有很多的这些 有钱的公子哥 都在资助自己的老师 老师如果不够网红 谁会想要把他投资下去呢 简单一讲 子贡就是孔子的金主 对 而且很崇拜他 他有崇拜孔子 非常崇拜 而且他非常理解孔子 事实上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 就他供养的孔子 因为他觉得老师其实也改变了他一个人生的 他因为他本来只想要重商 可是他没有想到说 你说孔子本来要重商 不是是职贡 职贡 所以他是所有商人里面 就是因为把孔子的论语 真的读得很透彻的一个弟子 所以他做生意也非常非常的有钱 就像日本一样 很多人都说要半步轮椅就可以治天下 所以这叫儒商嘛 对儒商 所以很多商人都供奉子宫的 对不对 儒商 把轮椅读透了 对 就能够做生意 对 所以我觉得孔子他并不是要赚钱 是因为他刚好到这一个时代 他走他自己的路 而且他觉得知识是很可贵的 这很让我觉得了不起的地方 因为一般人都会觉得其实有钱这件事比你内在的这种 就是强韧的这个信仰要来的重要多 因为物质确实马上立即可以得到快乐 所以在孔子在那个年代当中 对 他在这个教育界 可以说是做了开启了平民教育的一个先河 对 而且我看他对宰我的态度 宰我 对 就是笨土之强不可污言 就是他一直骂他熊木不可掉 因为他上课很爱睡觉 而且他很爱顶嘴 就是一个火爆浪子 就是孔子讲什么 他就是要给他吐槽 那所以后来孔子呢 他其实是很疼这个弟子 虽然他骂得很重 他很疼他 他很疼他 因为他非常聪明 所以他有时候会觉得说 他也没有办法去忍耐 就是其他同学其实并没有他那么 就是智商高能够领悟 就是你明明这么聪明 但是上课打瞌睡 对 所以他也是在 你说出天下很多老师 对不对 你们在班上是不是有这种咖 宰我宰我 就是很聪明 讲啊 你不要绕开来啊 担奉高中的国文老师 快点 就是会啦 其实对我来讲学生的挑战 或者是他们不买单这件事 对老师来讲还是一个很大的 你碰到这种学生怎么办 你有碰到宰我这样的学生 一定有啊 你怎么办 没有我就会是希望 第一个我当然希望最后 走到最后的那一个终点 我还是可以说服他买我的单 就是他是觉得我是对的 或者是说 我是跟他走在同一条道上 你教高中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学生进来的时候已经15了 出去的时候大概就差不多18了 是一个很像大人的 已经很大大人的那种年纪了 而且15到18岁 刚好在寻求自我人生的价值 很重要的时间 认同自己 认同自己的时间 对不对 很重要 所以你看到没有 高中老师多重要 对 好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要来进行台 这个另外一个历史上 另外一个人物 他写奇幻灵异小说 那可不是司马中原 古代的司马中原的 另外一个人是谁 待会见 欢迎你回到 范瑞吉的意想世界 在一个国文老师的眼中 他把一些比较 所谓好像感觉上 这个古代的一些 这个人物呢 透过现代星座来包装之后呢 他来教同学 教他的学生 这是个非常用心的老师 他来自于丹凤高中的 国文老师 宋仪惠宋老师 讲完以后可能很多人都要想要转学 去你们学校 这个 来你刚刚说的孔子 我们讲孔子嘛 对不对 对于星座 他是什么 水平很重视知识 然后重视经验理论 还有就是他常常都会告诉说 给我真理 其余免谈 所以孔子也是这样子 水平中很在意的 就是真实性 而且他们 他们也很相信 自己所认知的那个世界是对的 自我感觉 很好 很好 好 接下来我们来搞一个灵异小说的 这个厉害的不得了的一个人 这个人呢 写了这本书 讲他的名字呢 我们先讲他的书 他就是聊哉意志的作者 他叫做 浦松林 浦松林 我觉得他其实就会是双鱼座 非常喜欢的一个类型 为什么 因为双鱼座很有艺术家的气质 而且他们本来就不喜欢 被框在某一个 就是想象里面 他们是很天马行空的 是 所以浦松林 其实活在清代八古文的 那个时代 我觉得他是 非常的寂寞的 真的 那他的寂寞 还来自于他成功的太早 他遇到了诗润章 这样的一个主考官 就是让他三连霸 他从他自己的家乡 一路打秀才 打到全国第一 这个人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古代的时候 所谓的叫做考试制度 你考上了 你就飞忘成大 对 成名天下之 所以当时他是学霸 19岁 所以浦松林当年就是学霸 19岁 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但是他的文章写得太好了 对 对 但是非常好笑 就是他其实有个八卦 就是他这个第一名 是因为那个主考官 就是诗润章的私心 所以他其实在八卦文里面 他是应该是脱格 就是他是不予录取的 可是他太习惨 因为过去是要八卦文 他有字述的规定 还有这些行列 然后写成继续文 对 可是这个 这一个主考官的私心 就是觉得说 我不行 这是一个天才 所以浦松林 成也是诗润章 拜也是 所以他一生到死 他都没有考上举人 因为没有人买 在买这一次的单 就是他是一个怪咖 对 但是他遇到一个最理解 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 在一百年前 有个人写一个rap 去参加演唱比赛 对 对不对 真的 唱片公司谁懂啊 是啊 对不对 所以就变成一个 曲高贺寡的 可是就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他如果 这个老师一看到说 哇这是奇宅 虽然你写的是rap 对不对 对 我就帮你录取在声乐 对 结果他就没有办法 再去葛莱美奖 或是再更高的 对他没有办法 因为每个游戏规则 都有他的一个思维 那不是很误准吗 很误准 所以他才开始会去 以书 我觉得他给我最后的启示是 我觉得孩子一生 如果他都做自己 其实看起来是书局 是书掉了人生 就像蒲松林 他想 他们蒲家一直希望出一个 就是在科考里面 能够去扭转这个家族命运的人 他一开始连中了这个三元 三元就是秀才的第一名 但是秀才上面一层叫举人 他就没有办法 哎呀 就不举了 是啊 所以就是看起来是一个 好像很失败的一个 一个就是 但是他写了聊斋 对 聊斋的一个了不起 就是他让西方人 发现我们有101之夜 然后发现真的 原来东方有这么厉害的人 而且他是改编成就是西方翻译的这些文学作品的前三名 所以你怎么去看这样的一个人 是 就是个怪咖 是 所以就等于说 我觉得在他的人生里面 其实他也 他有两个很重要的女人 第一个就是真的都帮他做 做女工的老婆 其实老婆本来很有钱的 可是嫁给他之后 就是还要去做女力苦力 为什么 因为他要考试 然后他必须要很专注在自己的这个工作上 屡败屡赞 屡赞屡败 然后他大概都没有怨言 就是说好支持你支持你支持 然后他唯一一次就是离开家乡去当他好朋友的幕僚 然后他就爱上了顾清侠 顾清侠就是他的好朋友的这个小妾 是当时非常漂亮的一个 他爱上他朋友的小妾 就是精神 精神上 你讲清楚一点老师 精神练柏拉图式的 例子上有讲柏拉图吗 他很柏拉图 就是清侠他喜欢还是他的就偷偷 他的好朋友 就是他帮他寄 可是呢就是 因为他每天帮他做幕僚 帮他就是写公文啊 贴这个公告 就普松林帮他的朋友 他是他的就算是代笔人 代笔人 对 然后他的这个 他喜欢的这个妻妾真的非常多 所以顾清侠是其中一个 所以普松林当然他没办法去去走入他的世界 可是他就是陪伴他 他哭的时候他就递给他一杯水 然后他他难过的时候 他他是谁 谁递水给谁 当然是普松林递给顾清侠 就是清侠 然后清侠就是红颜薄命 所以他里面所有的女鬼 其实都很正派 就是如果是陪伴那个书生去科考的话 其实都是希望他功成名就回来的 这其实是有他的 而且貌美 然后又单纯 然后但都很悲惨 坎坷的命运 小倩 对 是不是 对 念小倩就这一挂的 对不对 都是清侠那个典型 如果贤妻良母 就会是他自己太太的典型 所以这个清侠就早年就死了 对 因为他就是喜欢的人 他爱不到 爱不到 抑郁而终 抑郁而终 对 所以其实普松林就非常看淡这一切 就是从此以后就没有再当过 就当官 他就当师储老师 以前的师储老师很苦 钱也很少 好像打闸的一样 是 不像孔子 不像孔子 还有金主在后面 他完全没有 他没金主 辛苦 交书将 交书将 对不对 你也是交书 我也是 我也是 但是我也有自己的梦想 所以应该赚不了什么钱 但是还是还蛮开心 很好 范大哥喜欢这本书 我觉得就很有价值 很好的书 来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你回到范瑞姐的意想世界 我们刚刚聊到了孔子 聊到了普松林 他们在历史上的这些的 所谓在文学上的一种造诣 这个是历史流传下来 不过今天我们担奉高中的老师 国老师 这个宋仪慧宋老师 他把这些古人 透过星座的方法来做分析 刚刚说的孔子是水瓶座 然后呢 再来这个普松林是双鱼座 对不对 浪漫的双鱼座 来接下来我们来看 下一个人在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谋士 很有策略性的人 叫李斯 是的 他是什么 他是狮子座的 就是我站到哪里 哪里就是中央 我就是想要就是 灯光就是我 对 掌声就是我 对舞台就是我的 舞台就是我的 就圈住了自己的地盘 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李斯到底干了哪些事情 其实他很厉害 要把那个秦国推到了 就是秦帝国 就是一统天下 而且他把文字统一 车统轨 这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简单用现在的概念 就是他把一个小企业弄上市了 对 对 没错 对对对 范大哥讲 对了 然后他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我不讨厌的一个 你不讨厌 学生 学生以前都很讨厌 因为他的建筑课书很难 他什么 建筑课书 就是 我听都没听过 他什么在清光什么 就是 那我讲白话一点 就是 秦国很多外国人 那李斯也是外国人 就外国人不是 他不是秦国人 不是秦国人 对 然后他很像新加坡这样 很多外国人都在新加坡来住 因为他薪水高 配合 然后这时候就发生一个间隙案 就是好像快要掏空秦国的一个资产 所以这时候秦国的大佬就说 只要不信犯了就全部要赶走 就是不信我们 你这样搞我的 不是不信犯了 就全部不能在这个 你们送先生送小姐 对不行 送这样这样搞我的 对走 你走 对不是我们家的 那这时候其实秦皇有受到很大的 这个影响 所以他就下了一个逐客令 就这个时候 李斯也在逐客的行列里面 就在名单里面 对 然后他就写了一个叫做建逐客书 就是上建 请望你不要逐客 我想起来了 哎呀真的 今天又想起一句 过往的经验叫建逐客书 建逐客书 所以就是希望老大 就是老板你不要吵我犹豫 那一般人可能都写的很悲情或什么 他没有 他完全跟老大站在同一阵线 他说老大这应该不是你的真心 因为你看你后面这个妻妾都是外国人 你用的这个车子都是柏来瓶 你吃的东西也都不是秦国 因为秦国能产什么 当时他在中国的西方 其实三星那个地方真的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要从像楚国 这个鱼米之乡 就是有 而且那些就是美女们都是这样加小可爱 然后讲话都不是出声出气的 那秦国女生是讲话 不是大妈 秦国都大妈大妞 所以他用了很多举屁 就是举证跟屁欲去 你们讲话好深 用了很多举屁 我想说什么时候举起来放屁字 什么叫举屁 就是举例跟屁欲说 对不起乱讲话 我学生也常常这样跟我分享 所以我觉得很好 就修正一下我比较接地气的说法 所以他就用了 他举了很多例子 从人到事情 而且他把他的爸爸 还有他的爷爷 他整个都搬出来了 他说你知道秦国道 你为什么这么强盛 就是全部是用外国人 所以他讲话 其实就是非常站在对 他也没有说 你不如你爸爸 你不如你的爷爷 你这么厉害 你这么厉害 都是靠这种外国人 对 你的所有的想法 老大你都非常对 所以我是什么咖 我怎么敢跟你说你不对 他真的这样讲我是什么咖 他不敢 他是说我只能告诉你很多的厉害关系 从以前到现在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敢跟你说你做错了 老师我可不可以打个岔 听起来这篇文章写的很有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我觉得那为什么学生都会恨他 因为他的那个字词跟那个语境的问题 其实是很困难的 是高级中文就对了 是的 因为你想说情到现在 他的用字潜词 其实离我们是很远了 所以那个已经是外星文了 对 我们就要把它讲简单 比如说那些灯 他形容的就是很厉害 没有他就是水晶灯 例如这样他就懂了 然后这个码就是 如果以现在来看 就是BMW等级以上上灯 或者是莲花 他们就懂了 所以我们就要接第七点 去把它借贷 你开的车 就是双逼的 你如果一定要用秦国 就是要用台湾字的 你就没有办法 你只能Made in Taiwan 不是Made in Taiwan不好 只是你用的东西都是这个 但是你就爱用国 或者就完全家里不能有 那你这样子好吗 后来秦始皇就把它留下来 然后秦始皇到最后 他还用了一句话 我觉得还蛮厉害 他就是说希望你可以再考虑考虑 而且你不会是一个犯错的人 我觉得这好厉害 太强了 把帽子扣上去了 就是觉得 而且他都他都说 其实很多判断都是别人 应该告诉你事实 所以今天如果你 你之前有做一些错误的判断 都是身边的人的错 都不是你那么聪明 你那么聪明 你只要资讯收集的够多 你一定会做出好判断 很强啊 很强啊 这个人太厉害了 所以为什么要讨厌他 而且我很喜欢他很坦白 他说人生最大的尺路是悲贱 妈 他用问号是悲贱吗 不是 他说是贫穷 你讲话 你说北减 台北检察署 悲贱 悲贱 还是悲贱 悲贱 他说人生最大的尺路是悲贱吗 他说不是 是贫穷 对 他说人穷了什么都没有 都没有了 不是悲贱 是贫穷 对然后他是说 所以他要摆脱穷困 所以他离开他的家 他跟荀子说再见 其他有个很强的同学叫韩非 可惜韩非跟我很像 就是有时候会紧张口机起来 所以但是还蛮会 蛮会写的 他韩非子真的写的超好的 是法家的鸡蛋 这个狮子座 很厉害的一个 很厉害 怎么样说服老板 对不对 好 来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你回到 范瑞吉的异想世界 我们今天要来 这个聊到古时候的12位 对应到12个星座 因为节目的关系 时间关系 我没办法讲到12个 但是我们就挑几个重点来讲 那我们请到的是 丹奉国高中的这个 国文老师宋一慧 宋老师 他写了这本书叫 国学朝人治 古人超有料 所以这个书太好看了 讲的从另类的观点 来分析这个古人 我们刚刚讲完了 这个李思 对不对 对 好了 这个你都是讲男生 我们要讲个女生 好 好不好 女神要来了 对 历史上这个文学家的 女神是谁 当然是只有李清照一位 因为以前的女生 能够像李清照 这样读书的并不多 不多 不多不多 然后大部分厉害的女生 大概都是属于 生活很卑贱的歌迹 像薛涛他们 是 李清照你会给他什么星座 他是处女座的 他是处女座的 对 处女座是非常有坚持 自己底线的星座 他有 然后你看他后来虽然在嫁 他是为了要保护赵明成 一家的这个金石文物 因为他很想帮他做一个博物馆 你要讲前面一点点 大家才听得懂 什么叫他后来在嫁 因为赵明成后来就是死了 赵明成是谁 他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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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原来是嫁给他老公 第一任的丈夫 他第一任丈夫跟他其实就是富二代联姻 都是北宋的时候最厉害的 就是宰相集团下面的就是王公贵人 那李清照从小就是被当男人养 就是他爸爸非常疼他 都让他读书 然后带他四处就是周游列国 就是让他真的是一个只要在IG发一张图 所有的人都迷倒了 因为很少看到有女生又漂亮又会读书 又会写词 又会写词的 比如说知否知否应知 红肥绿瘦 太紧张了 绿肥红瘦 老师你在紧张什么 因为我看到一个潮人 然后我就紧张 突然背不出来了 我突然施罗斯 没关系李清照长得很漂亮 他很漂亮 古书上这样写的吗 而且他是很多王公贵人的富二代 想要追求的对象 但他只有喜欢赵明成 所以他很处女作 就是一见钟情 他就见到赵明成 就跟他结婚了 就是人就是一种磁场的问题 赵明成也蛮那个了 他也很帅 所以赵明成一定被很多其他的帅哥 宅男戳小人 对对对 就是大家会负评他 然后讲到坏话 讲到坏话 李清照不为所动 对然后所以在其他上初恋 其他唯一 也唯一 所以就是李清照就是即便结婚了 大家还是都非常非常的祝福他 因为他把这个粉都照顾的非常好 他还蛮会照顾他的粉 对对对 然后他也都很坦白 譬如说发生什么事 他就会像像范大哥这样发个IG 或放在脸书 让大家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 才不会有误会 他也会定时的po文 对然后更新他的现况 更新他的现况 对但是他人生就是 各位看到没有 不同年代 这个虽然不一样 可是方法概念都一样 对不对 是啊 他是气质美女 所以第一任丈夫挂了 其实他第一任丈夫就是说跟他一直都非常的就是情色和民 然后非常的愉快 其实他们是受到政治跟历史的就是那时候是靖康支持 所以北宋就颓败下来 是 所以他们那时候就遇到很多的这种战争 他必须要逃亡 所以在逃亡的过程里面 他先刚好又有一些 呃他们其实有隐居过一次不想管这个这个政治上的问题 因为他们两个他们他们两个的这个这个集团 一个是他的公公一个是他爸爸 他们是完全是对立的 嗯 所以其实公公跟爸爸的集团是对立的 所以他们两个夹在中间 对 两个官二代 对所以当时李清照其实他是要靠边站 因为他架到人家架 可是他都常常打 就是一个国民党一个民进党 两个人联姻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就很纠结 然后所以那时候他们两个就讲好说那我们不要再去管蓝绿了 我们就隐居到台东去 就是这样过我们的生活 可是其实人生也是很难说 就是他他先生后来又被举荐出来当官 然后他也觉得男男生应该自在四方 也不应该一直都在这些 他也OK 然后又出来了 然后尤其他先生非常喜欢就是收集古董 他有一次爱那个苏东坡的这个字画 爱到你全都把我脱光都没关系 然后李清照竟然还支持他说没关系 我们怎样我们就是要得到这个这个鼓舞 他也是爱得很疯狂的人 就很真诚很处女做的 就是爱了就爱了 你说后来李清照又再嫁 他再嫁是因为 赵明成在最后一任官职的路上 他得了入热病 就是太热 然后以前都舟车劳等 中暑 对然后就挂了 挂了之后 他也没办法 因为他变成一个就是什么都没有的女人 然后他先生一直跟他讲说 他这一生就是要弄一个金石古籍的造册 就是要策展 然后把他这些古董都要把他弄好 就盖一个博物馆 一个策展 然后把他照顾好 而且还要写下来 他们到底有哪些东西 就是金石路这样子 然后李清照就把这件事一直放在心里 就遇到了一个他以为可以帮忙他圆梦的一个男人 就你知道他多狠吗 他是谁 李清照有多狠吗 他知道这个人是个渣男 是个骗子 他就知道 因为他开始要卖他的古董 就被他抓到之后 他就马上到官府去告自己 因为以前的女人不能离婚 如果要离婚要先坐牢 所以他说我要离婚 给我关起来 把我关起来 就李清照说 对把我关起来 然后他就要跟这个渣男分开 然后举证丽丽 他做了什么事 真的是让处女座的那个人会觉得 哇塞也太厉害了吧 这完全是处女座会干的事情 真的真的是真的 所以你看我去读他的这些资料的时候 而且上身星座搞不好是天蝎座 对他有很执着 所以我觉得后来读他的生生漫 你不会再只是觉得 哦要去背他 这是七七惨惨七 他真的是这样子啊 寻寻觅觅觅 到底在做什么 这一生 就是感觉好难过 真的 我高中如果这个先上过你这堂课 没有 对不对 我对李清照这样照一下 对不对 老大你已经很厉害 所以都不需要 我还可以再跟厉害一点 你已经很厉害了 对不对 好来来来我们休息一下 哎呀这个很精彩吧 我们听我们这个宋老师讲这个 哎呀古时候的这些人 这本书大家真的可以把它买回去 好好的看一下 这些古时候的人 这个他所作所在今天反映 在今天来看 真的是历久彌新啊 这个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最近的这个你知道吗 这古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是 很会搞趴 很会批啊 控场力超高的 这个人叫做谁 叫做白居易 他什么星座 他是射手座B型 哎呀射手座B型 你这个人考据的这么厉害 没有就是自己觉得说 他如果在现在这个星座 应该是射手座会很爱的啦 不能说他一定是 怎么说白居易呢 因为其实你知道他的耐里面的这些好朋友 全部都当过宰相 他的耐群组里面 他的好朋友 就是你不要小看原整哦 原整可是当时就是每一个女人看到他都会就是 原整 他的麻吉 他的麻吉 远白远白一起做那个新乐服运动的 可是人家都说其实远整的真爱 不是他写那个阴阴传的崔阴阴 其实他爱的是白居易 他有一篇书信叫与原为诗书 他说他快挂了 可是他一看到 他是谁 你说这个原整 原整快挂之前 他看到白居易写信 因为以前要收信是很难的事情 因为要派这些马匹去送 然后他真的已经都觉得人生无可恋了 突然人家说 白居易写一封信给你 他用爬的也要去叫他的这个妻儿 因为要把那个书信拿出来 他都是用竹筒封签 他把他扑开 然后拿开白居易写什么信内容给他 他爬都爬去了 他爬都要爬去 不是他是在生病 生病 然后还常常就是说 你写一封信给我 我一定秒回你 就是我一定 你知道在我脸书 Tag我 我一定马上就说 我也是这么想 所以他们两个就是变成当时的就是唱贺诗 就是郑筹诗 就是我送你 你也送我 他开了一些风气 然后他们也开始去针边 就是这个中唐以来的社会的乱象 然后就搞了一个很厉害的就是 让这个岳辅师为社会的人民而做 所以他们两个其实说 说起来我觉得摄手桌还是有一点 就是悲天闽人的那种心情 不要看他好像很放浪 其实他对社会 对于同源之间的感受 所以他是很关心社会议题的 对对 他是非常关心社会议题的 他跟原哲人两个人都是属于社会工作者 对对对 所以他们的这些诗其实是老欲能解 都很简单 所以说他就讲的很简单 这个白话很容易平易近人 对我就跟学生中里比较生气 因为他高中的时候 学生都要念那个琵琶行 对 其实琵琶行刚好反映出 他是B型社有座的个性 你看我们一般看到路人走过去 我们会去跟他聊天吗 会在IG写一篇文章送他 他就写了 就是我们两个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成相似 然后硬要写他 就是一个40岁 然后已经就是不被喜欢的 这个琵琶女 他把他写的这么厉害 变成中国三篇 专门写声音最厉害的三篇子 那我觉得学生说你不要生气 他也不想 因为他只是IG 就像范大哥随便 你为什么要讲说学生 因为他来考试还要背啊 他气得要命啊 就是范大哥你知道人生很难说 有一天你写了一篇文章 变国文课本里面的选文 选人就会讨厌你了 因为拿来解释 拿来考国字注意 拿来考翻译 拿来考什么 哇这真的 这篇文章 可是因为他具有代表性 大家才要学啊 因为学生要理解以后 他才会喜欢 那通常我们没让他理解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说 我不想要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也不要乱写 你要这样跟他讲我懂了 你要跟他讲说 这篇文章在当年 对 Po文的时候 并没有想那么多 不不不不 他不要这样讲 这样讲学生会理他吗 理你吧 他说 你要知道这一年 这篇文章 当时Po文的时候 点阅率上亿次 对 对 的确是 转载两万次 对 两亿次 两亿次 在中国 在中国 而且隔代一直传 对 传了几百年 就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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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应该已经爆破了 然后呢 还会被周杰伦拿来写歌 对不对 还被填词 对不对 对了很多歌曲 帮他配乐 太厉害 那你快来上 他们会更喜欢 是不是 你今天来讲的话 你不如果不懂这件事情 对对对 真的 等有一天 人家问你批发型的时候 你就讯咖了 你就很low 变loser 你就变loser 你连批发文都不知道 对对对 是不是 人家问你说 周杰伦写了什么歌 不知道 对 青花词没听过 青花词 什么词 对对 就low了嘛 对不对 要做low学生吗 不想 不想 潮学生 潮学生 对不对 这几个人写出来的东西 对不对 真的 就是脸书po文呢 对 IGpo文呢 是不是 享誉国际 享誉国际 对 还拿出来就是到其他国家疯传 至于说 他就像是你去念英文 你现在不懂英文 你说要去查字典 对对对对 他只是稍微难 稍微不懂一点点 语境上的问题 对 你把他念通了哇你真的你就是厉害的潮人了真的真的而且一次打包12个基本上就是一首可能是很难唱的rap对你把练会了吗或是灵魂歌曲蓝调之类的对不对对对对对的声乐 你看有这种老师中华民国教育真的有希望 没有没有 谢谢范大哥 很开心 是不是 你应该可以开一个那个网红 没有不可以 你要不要去讲你古人对不对 讲那古人的事情 没有 你来讲他一定很有趣 就讲故事 因为我觉得这本书不要把它设的就是一个考据学或什么 我觉得其实孩子如果能够 我自己的教学是这样 他能够多听一个故事 觉得有趣的亲近这个人就好 买这本书给你的孩子看或你自己看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孩子跟孩子讲故事 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有送这个就是漫画家就是动画家帮我们画的这个潮人的书卡 潮人书卡里面就有女鬼 不是有有桃渊敏还有很多人 就是有女鬼 新的形象 好吧 有动漫 对对对 好古人玩的游戏今天我们今天玩的游戏跟古人玩的游戏其实差不多只是形式上不一样 对不对 今天谢谢宋老师 谢谢 下个铃声响了 是 大家再见 待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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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待会儿吗 没有待会儿了 好 把这个 这礼拜的节目到此 告一段落 谢谢我们下个礼拜见 谢谢大家拜拜